我們比較屬於劣勢的地方是在於 第一條我們剛剛講的 語言跟合這件事情其實到那邊 對我來說因為非常深刻 因為前期是跟屬民出去都是 英語系國家 對 或是講英文都還可以解放去的地方 然後他其實去日本 那在那邊真的非常非常的很深刻地感受到說 他們完全不買單 你講英文他聽不懂就不懂 聽不懂就聽不懂 那他就是跟你講葡萄牙文 那你怎麼翻 那也因為這樣的語言科可能產生的功能性 其實非常的大 我說非常大是說 比如說在社區導演的時候 大概是至少跨三種 好 可能我們這邊有條隊有問題 中文跨英文 然後英文再翻成葡萄牙 然後布塔用再講回英文 英文之後的文再翻成中文 這個中間來回其實某某程度 他不能說完全 但是一定會多少會銳減在原意的精準度 再來是這樣一來一往其實產生的 我們希望畫的時間其實很久了 其實從 我覺得從信件上的往來 其實也滿明顯的可以感受得到 那再一個是 我跟淑冬不是學術專業背景的 那即使艾利斯年會他已經非常開放 非常包容 那 那部分的包容是大部分去發表的人 他還是比較是學術背景的 那他們在發表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認真聽很認真聽 但還是很難 在第一時間會有共鳴 或者是說可以從哪一個點進去 然後跟報告者有些互動 所以基本上我們 我跟淑冬上面還是處於比較被動的狀態 那再來是資源的部足 我這邊講的資源 包括你想像的 那個金錢嘛 就是財力是一個嘛 那人力其實就我們兩個人 那我們去其實其實不是只有發表 那可能 我還要負責攝影拍照 然後什麼也可能還要想說 如果這個點不行 那麼要該去哪裡 就是 我們要隨時隨地處於非常一個 零件意念的狀態 備案還有備案 對 然後 再來包括就是我們 可能能力上面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的語言這方面等等的 這都是我覺得在資源上面 我們雖然人到了 但是其實到了之後 還是發現到 我們在資源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些的部足 那 這是內部的狀態 那外部的部分 我們覺得 第一個是 我們剛剛其實有一直講 巴西時間 就是 當然這邊講的比較婉轉 就是說 我們不同地區的行政文化 很不太一樣 那 巴西原則上 他們更彈性 也比較更鬆省 那 這樣的一個結構之下 可能產生了各種風險 我說的風險是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很多資訊 還有一些資訊是 我們當天到了 我們才知道 原來有這些東西 或者是 即使他們提前公布了 好 到現場之後 發現到 我已經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日期到這個地點 為什麼沒有 他說 喔 這個已經開了 已經開了 那個金在哪裡 喔這個取消了 剛剛看到我們發表的那個教室 也是當天早上 前半個小時 才知道我們發表的教室在這裡 那些來聽這個發表的人 不是就更無奈了 對 其實有很多 報告會說 可能他覺得 今天可能 上面 就是說五個報告人 結果他會想 欸怎麼會是八個人 那其實他很有興趣 但是因為他中午到了 他可能本來就已經有排定 要去聽另外一個會議 或是看另外一個表演 所以他不得不離席 那或者是說 像剛剛講的 鼠邊的表演還算是 算是這個結構底下的優勢吧 就是 他很彈性 才是到說 我們在心裡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表演 他說 喔好啊 那我們更少歡迎啊 那我們就說 那什麼時間點 然後在哪個地方 然後 沒有我們到現場之後 才知道 才 才知道 對才說 我們要改找那個人 因為他說 我們可以表演 可是我們不知道 何時何地 然後 當天的時候還要找著 前一天先找到了 然後他說 喔好 我們明天就下午五點 我們說 那你不會在那邊 他說對對對 我在那邊 就要隔天的五點到啊 然後找不到人 然後 媽媽說 我們要適應 我們就 兩圈之後 他自己也很忙 所以他剛包去哪裡 然後就還要跑回來 那這些等等都是 這樣的一個結構底下 可能會有的風險 那就是看 我們怎麼去看這些事情 他可能是轉機的 但他們也可能是 造成了一些不變 那第二個是 第二個講的話 他在背容還好 但是在裡面 就是真的比較明顯感受的 尤其是對在拍攝的我來說 這邊我還是要講說 就是巴西其實沒有大家想像說 那麼可怕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好像什麼軍政府在管家 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我跟你講 海灘還是一大堆光客人在那邊 但是 的確跟台灣相 跟台灣比起來 我就拿李越來講 因為我們巴西沒有去過其他城市 在李越來說 他的治安相對來講 不是那麼的安全 他還是有些地方是 也不算紅色警戒 但是就是你知道 到了晚上或是 過了幾年之後 當地人也是 不要做光客 當地人自己也會比較提防 所以 他的不確定性 其實讓我們在 尤其是在 比較是從事女校工作 而且在原地 只有兩個人的情況之下 我常常要面臨是 我的手機 相機會被搶 對 我的手機應該是一定要 掛在身上 因為我這樣比較好拍 可是呢 我不可能像台灣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子 就掛在外面 沒有 因為我一定會 比如說 好 這個景不錯 好 我們在這邊拍 拍完之後 我是馬上把它放到我的 外套的內裡裡面 我不可能把我的手機 或者相機 打啦啦 就是擺出來 但是這件事情 不知道可能對於台灣的 在什麼媒體 或是在攝影工作來講 其實 我覺得只有兩個人 希望是真的滿不方便的 因為我可能在拍的同時 我還要 快 快 我始終因為我怕 我怎麼知道等下會不會有人 突然去襲擊蜘蛛 還是突然蜘蛛網社上面 就是 他就是被搶的那個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某種程度上面 會被搶的感覺很新鮮欸 我感覺會說 欸 我有見到人 這樣 對 因為當下其實是屬命 那當中是這樣的 其實 當下我其實超旁 沒錯 我們在 那個還是 離約一個很 非常有名的教堂 是天主教的旁邊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狀語 對 旁邊而已 我們就離開走了 然後就有一個人 他其實也是有名 他就是很 很算整形 剛剛靜靜的 他就朝著 逼著我們 就講個不同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吧 那我剛好也只是在檢查 我們 我剛剛拍的影像有沒有OK 這件事情而已 走走走 然後他 就這樣 就靠過來 就靠過來之後 他的手就直接抓 抓住我的手機了 然後當下是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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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放手了 他就放手了 然後 你不知道講什麼 他就自己離開 然後我們就 互看上去覺得 這真的是蠻傻眼的 我說那個傻眼 是因為 我們還不是到小巷子 而且 真的 這樣會覺得很遠 你去小巷子可能 就在人群上 你到 你到對面那個 學家那邊 你就被搶了 的那種感覺是這樣子 所以 其實那個衝勤是還蠻大的 但好險我們 這次行程 沒有什麼 什麼 呃 受傷 受傷 或是有產生的東西 不見這樣子 對 那再來第三個 我覺得 未來就是如果有 今天可能 我們是八月的活動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 啟動的時間也比較晚 但是因為我們 那時候也一直卡在要道區 後來我們決定 六月要去申請的時候 六月 我們決定都寫有計畫書 要去投 然後就是 某個單位 那後來也都創建了 就 一個禮拜吧 他就說 啊 就是我們的文具 都有申請出了資格 但是他說 因為今年 這一個相關的 叫做 輔導計畫的資源已經用盡了 所以其實還是要去考慮到說 有時候雖然 他開放申請 但 當然 從上面如果你越早準備 那你越早去投 那可能還可以在 資源還沒有用盡的時間 就是申請得到 那當然這個也有關到是 我們其實某某程度也很想像 像 像講 應該可以講嗎 反正就是國議會 他們的標準其實 更嚴格 就是每個工部門的單位 規定不太一樣 那一個是在於 在申請之前 可能就要確保說 我們是不是已經拿到邀請函 這件事情 這個年會其實四月才公告 對 四月公告喔 然後我們 好像 到了現場 還是沒有邀請 對 但是我們註冊成功了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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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成功了 台灣這邊的行政的文化 就是說 對於 即時性 或是說 對於文件的要求等等的 對 那當然後來 我們還是很感興 就是 國立台東社會美術館 就是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就是 可以到 巴西去做這樣的一個交流 那 師部門的話 就更不用說 那就 每個單位 可能 有時候他 規定的 又不太一樣 或是他規定的東西 可能他還要領外 去做什麼樣的一個 成果發表 或是展演等等 這個就不一定 所以 這個是 大概我們這次活動 下來 我們覺得 我們一些的 發現 跟一些 一些 寢視地方 這樣子 那 當然我覺得 其實 就我們兩個 的樣是不夠的 所以 其實我們這邊也要 特別感謝 那時候同行的團隊 像有 在 台中學院教的 羅宋美老師 然後在 中大學院教的 蔡正人老師 以及 在 東華大學院教的 葉宣老師 以及 我們 那時候小一個美國的 銷售叫 再來 還有兩個 研究生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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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一個 好的 一個 一個 政府 把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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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 不動進去怎麼辦 那再來也要再度感謝台中生物美學館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過去 那大家還有謝謝今天的審議的話 順巴想說 把一條問題在開始想說 可能完蛋了 我們這個太臨時公布了 可能沒有人就算了 我們去教給自己聽 那還是謝謝大家今天抽空來 我們是走錯地方了是不是 對 因為馬號下雨 他說完蛋了 是不是下雨然後大家又進來了 對對對 那當然最後最後我們幾個 也不是一份 其實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剛剛都講到了 語言這個部分 像如果以巴西的歷史為例好了 就算不是葡萄牙文 但如果你會講西方牙文 可能也會好一點點 好一點是因為 我們確實同情的時候 有一個智力的同情夥伴 我就好想說 你剛才講西方牙文 他說對 那他跟你回事我也不知道 他說對 那你怎麼知道他講什麼 或是他知道你講什麼 他說因為兩個語言 還是有類似的字或是一樣的字 不見得完全 就是不見得整個句子他都聽得懂 可是他可以根據那個字的意思去查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我們到的國家 他不是以英語系為主的話 如果可以有他們當地使用的語言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至少在經濟關係上面會比較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那在新人 也比較容易接獲得他們的親人 那再於是開放貪圖跟備案 我剛才講 其實大家如果有幫過國中 都知道 其實有時候我們訂的方案不見得資金的時候 一定會照著進去之中 那尤其是到了巴西 我們講說我們之前有太平洋的地址 就應該還好 哦沒有那邊更猛 就是巴西時間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 就是真的不要被我們自己的經驗之夜 反而保持一個一定的開放 然後再次真的備案 就要問你幾個 譬如說我們到了 不管是禮約或我們備輪好了 我們就有好幾個點 然後我們白說你說 我們信氣全來信氣的全來 沒有 到現場已經是 因為有些機會不敢 所以你一定會被迫去把一些 把預定時期做更改 那其實我覺得 只要保持開放 其實我覺得都有 其實會發生這麼多的可能 那再來就是支援盤點 我說支援盤點就是 我們整個團隊 比如說今天只有我們兩個人好了 那我們自己就要去評估說 那我們兩個的 比如說我們的優勢 或是我們有的能力是什麼 以及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到了現場之後 還要再評估 那比如說 我借我們有一個 可以表演 對 什麼可以表演 那我可以幫忙 使用事我可以幫忙去做口音的動作 但是像 比如說在禮約有一個景點 我們覺得 對啊在畫面上看不錯 可是當我們拍的時候發現到 就有人會可能過來跟你就是 可能也跟你要錢啊 或者是說 當地的旁邊的人會讓你覺得好像 真的不太方便在那邊拍 有時候 我們當下就 當下議論就說好 隨便我們 結到下一個點好了 我覺得這邊不太適合拍 所以很多計畫是你在當下的時候其實還是要再評估 如果真的你覺得有風險或是你真的沒有把握 我覺得你就直接調過 就真的不用拘力再說 我今天是為了 好像為了是要寫這麼報告書 所以我每一個東西都一定要做到 重要的是還是在於 我們能夠做什麼以及我們怎麼做 那第四個是我覺得在單位或是組織串聯 我覺得搭個工是因為 我覺得我們 那其實有想到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再去跟住發的台灣辦事處或是什麼 商業辦事處去做一個溝通或是做一個告知 因為其實有時候不見得說 其實你只要發一個消息說 我們是台灣什麼什麼團隊 那我們預計什麼時候會到那邊做什麼 其實有時候點到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們不一定要說 我們丟這個訊息是一定要他們給支援 因為有時候他們可能也沒有什麼資源 但相對來說 他們只要一丟像跟我們剛剛講的 鋼字案或是說生活上面習慣的事情 因為他們住靶心裡也生活一段時間 所以他一定可以馬上告訴你們 我覺得我會介意你在這邊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不要這樣做等等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其實是可以連結可以使用的一個資源 只是不然有時候我都忘記 或是覺得說不好意思 我是到寫空網上什麼 其實不管不用 就是直接你只要 我發現臉書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有蠻多住外的台灣辦事處 他們好像臉書都會有粉絲頁 所以反正你不是看怎麼知道 你就是你就是即可信 不是發合臉書的視訊都好 這番是都有可能的 那補充發音的語言的部分 我覺得對我們在那邊很不方便 可是你照現在手機的app非常好用 好到時候你去 然後下載一個葡萄牙阿語 可以直接 對 那就可以翻譯了 嗯 好像越把 就是Google啦 Google翻譯真的很好用 雖然不想幫他打廣告 但是他們的翻譯真的 就是Google翻譯的app 真的經不到我會很嚇到 或是今天不管什麼用中文 或是我用英文去講 他翻出來的葡萄牙文其實還蠻精準的 那個精準是因為我們發展之後 我們交給他們看 他就 機程式機啊 機程式機啊 或飯店的啊 他們就動了 他們之後他知道你要講字 但是他們也要有耐性看 對對對 但他們還蠻好的 因為我們就說我們就不會講葡萄牙文 然後講英文那你又不通 就是你也不會講 那你不要心想就欸 你拿出去 所以換句話說其實也是一種 就是當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去專精於一個語言的時候 或許現在app也是可以解決知道 如果是只是在用交通或是住宿 不用那種很長時間很深度的訪問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另一種解決 前提是你要先下載好 免得那邊沒網路 對 沒錯 對對對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的 一些初情的建議 那現在就我們還有一些些時間 那就定義中講那麼多 然後也希望 不曉得大家可能聽完了 有沒有感覺或是有沒有想要針對以上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這邊其實沒有分享理由的部分 因為話時間都不夠 但是你們有興趣也可以提問這樣子 突然沉默了 有壓力喔 有耶 有耶 不好意思 你叫碗刀 我想那個巴西的食物啊 吃起來跟那邊有很像嗎 口味 哇 因為我常常煮東西吃 然後 因為我有去過一些歐洲國家 其實還比較偏 歐洲國家的麵包 但是美國的那個甜食 他們還喜歡吃很甜的東西 所以其實那個 怕那個巴西美 色色的沒什麼味道 它其實沒味道 可是吃起來很像吃 吃色色的 那個色色的怎麼心 檳榔如果不加老葉跟白灰的話 那個色色的感覺 很像 類似 可是因為它加超多糖的 很像糖不用心 所以那個可能是美國飲食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距離 受美國影響的蠻多的 但是食物的基本 我覺得跟歐洲比較像 像麵包的食物 還有烹飪的狀態 然後尤其是烤肉 他們很喜歡烤肉 對到處都有烤肉 然後補充 肉不能煮湯 沒有啦 對他們 太有 沒有湯 會有熱死 因為他們又靠近 就中南美中 其實他們的澱粉 他們有米飯 但我覺得米飯是因為 後來有亞洲人的 關係 就是移民過去 但他們最原始 不是原始說 他們本來的澱粉 其實來自玉米粉 玉米粉 玉米粉 對 這是粉重的 可是我跟你講 它不是入口即化 它是 你吃去 還是有以立刻地感的感覺 就這樣子 很難消化 對 但是 去外面吃套餐 通常都像 它都是肉 看你要吃羊肉 雞肉 牛肉 魚肉 肉 然後玉米粉 飯 跟麵包 或者是木薯 超多澱粉 還有薯條 對薯條 沒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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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對 吃起來很不健康 所以都胖胖的 我覺得 但是旁那個 阿沙裏不是這樣很瘦 要讓我胖 跑不上去 所以其實蠻 我覺得蠻極端的 好像沒有那麼平衡 但是他們只要去 可能我們沒有吃過他家常菜 但是他們餐廳給的量都很大 很像美國 但是他沒有那麼多的麵包 就是薯條 然後玉米粉 飯 有飯喔 所以飯比較像太古米 散的 超級散喔 跟散 就是 如果在關心的話 那個飯都會灑出來 有不被 然後就是 炸過的木薯 木薯麻糬 或是木薯底 我們在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外食 比較沒有機會自己做 然後我們也沒有機會去 共同的類似身心市場 不會不會 但沒有東西帶給他吃 大家只是看死那樣 現在還是台灣是比較好吃 欸 真的 青龍多國家是這些台灣是 既多也又比較平衡 他們那邊有點太極端了 好 不曉得他們那麼平衡 他們平衡可能靠運動